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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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完 第一點 像這種大的肉園裡面有加 乾貝還有那個肉絲還有花絲 對…你爆完你加乾貝 對 肉園就是會讓你吃到卡滋卡滋的那種味道 日語叫卡滋卡滋 卡滋卡滋 汪狗在那個樹根的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樹根是怎麼旁的 而且你現在聞的那個味道是樹根的味道 對… 好像在探險 這裡面 對…你看這樣 看這樣 然後躲在一個什麼洞穴裡面 好像就這樣子 來到彰化方苑映入眼簾的 除了黑白相間 全台最年輕的方苑燈塔 這裡還有全世界獨一無二 被登陸為 台灣的無形文化資產 方苑朝間代牛車採科文化 而這也是繼新北市金山黃火捕魚之後 第二個以漁業方式登陸的無形文化資產 但今天我們要拜訪的 則是全台為二的蝦喉保護區 今天的台灣第一檔 我們要帶大家去找一種蝦 但是你會叫它喉 也會叫它蝦 所以俗稱蝦喉 然後要去這個地方 必須要坐這種車 你才有辦法提出它 相信絕大部分的觀眾 對蝦喉的印象應該是 來自於鹿港天后宮廟口兩旁的小吃攤 但今天我們不吃蝦喉 而是要帶大家拜訪蝦喉的家 趁著退巢跟著保育區的林班長 一起下海認識 柔姑蝦的繁殖保育課題 大哥 你說蝦喉大概它的洞 是長像哪個 像這個嗎 像這種 它是這樣的一個洞一個洞 這種 如果有水的時候它會一直 在栗子的時候它的水度會流出來 是像這樣嗎 是這樣的 它有在洞對不對 對 它有在洞才會有 它如果沒有在洞 是因為它搬家了 我吃過蝦喉 我也看過蝦喉 那我也知道蝦喉是在 沙執土地裡面的 但我沒有真正去抓過 我們從這邊下看一下 那這樣喔 要稍微挖深一點 因為它躲很深 躲很深 對 它躲了一尺兩尺的深度 魚 因為它的洞像螞蟻的洞一樣 只有一條耶 魚耶 班長說 這就是他們陶海人的生活寫照 每當東北季風呱起 出海口就會吹著陣陣的風沙 不僅打得皮膚刺痛 也增加作業的難度 很像 對 其實它們覺得這個走得很好吃耶 對 所以我剛剛這樣挖上 它應該在這個下面對不對 有可能啦 只是說它有沒有住在家裡 不一定 因為它有好幾個家 有 好 試試看 河上蟹 這什麼 河上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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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上的也是底層的生物 河上蟹 對 河上蟹 河上蟹喔 它有一個名稱叫 冰蟹 一出來的時候都是一群的 為什麼 為什麼要出來一群 不知道 因為它怕有鳥類攻擊牠們 對 它又鑽下去了 對 那我今天的目標不是牠 你再找一下 要看稍微生一點 來啦 給我 我來 這樣很容易挖斷牠 工具很容易 受不了 我們要有一個方式 把它挖 挖掉 像這樣挖好的時候 會稍微抬一下 那它那個 埋掉 埋掉 填蓋牠 填蓋牠的洞的時候 牠就會想跑出來 牠就會想跑出來 像這樣 我們會稍微等一會兒的時候 等牠跑出來 牠如果跑出來 會長什麼樣 抓到了 我抓到了 這隻是活的 等一下 我幫牠洗一洗 牠感覺現在是在冬眠嗎 不是 牠屬於那個 因為牠屬於底基生物 所以牠的殼沒有那麼硬 對 這個是母猴 母猴 對 你怎麼分辨 因為牠的鉗子大小 鉗子比較小 對 鉗子比較小 其實在這個季節來說 冬天是母猴最肥美的季節 對 是吧 在冬天的時候 母猴有暴暖的時候 才會娶母猴 對 大部分如果夏天的時候 公猴都沒有關係 是因為牠防止季節之後 母猴暴暖比較肥美 大家喜歡吃蝦喉的時候 都喜歡選擇在冬天 因為冬天牠比較肥美 但沒錯 冬天大家肥美 但是牠卻是爆蛋的時候 所以這個 我覺得可以值得想一下 是不是 你真的有這麼想吃牠 但是 有沒有這麼想要把它吃完 想吃跟吃完 跟食材被用完 你可以想想看 牠到底會是哪一種 OK 對 再挖挖看吧 好可怕 牠把牠抓走了 牠把牠抓去哪裡 牠去追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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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讓你訝異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看到市面上真的有這麼多 然後牠對我來說 牠可能是海底的一種 很源源不絕的生物 但沒想到這種 源源不絕的生物 牠也在散發出一個警訊告訴你 牠快沒有了 牠現在已經開始在設置保育區 有東西了 這個 這什麼 這什麼 這個叫沙蟲 沙糖 對 牠會咬人嗎 不會 牠是吃沙子的 牠裡面都是沙子 這裡面全是沙子 這叫海蟲蠅吧 對 沙蟲 那這個 是會有人抓嗎 有 金門那邊 滿多人會去抓這種的 真的喔 對 金門那邊抓這個 對 牠們抓這個幹嘛 吃啊 吃 對啊 這可以吃 可以啊 你吃過嗎 吃過啊 你吃過 好吃嗎 好吃啊 好吃 好吃 牠吃起來像什麼味道 我太會說 像 像 軟絲 有點是 脆脆的 對 鎖起來看 有炸的也有烤的 這不是目標 再把放牠回去吧 你找我看 意外出現的沙蟲訪客 雖然名字有蟲 但據說吃起來QQ脆脆的 是會上癮的味道 但我的目標還是俗稱 黑膏的 蘿菇蝦 這可是彰化縣沿海潮間帶 特有的美味海產 全世界只有分布在台灣 以及香港 和越南一帶的沿海潮間帶 為什麼我們在 在市場上可以買這麼多 但是來挖都 感覺上沒有那麼多耶 因為環境在改變啊 人抓多是用水的力量去沖 把所有的蘿菇蝦都沖 那一塊的蘿菇蝦都沖 怎麼沖 用水的力量沖 怎麼沖不懂 水柱直接往底下沖 所以會把它的沙子跟土沖 沖暖 沖暖它就會浮起來 對 它只要做不了 它也會自動滑起來 但現在就都沒有辦法對不對 對 因為 環境改變 環境改變 東西也在減少 東西在減少 對 以前的生態真的就是 源源不絕的一直都會有 對 但是其實殊不知它也會有 用完的一天 被抓完的一天 但是你如果環境顧好 也不知道會不會回來 你想 蘿菇蝦以前 你有聽說人家保育蘿菇蝦嗎 保育蝦猴嗎 沒有耶 現在在王宮這一片 那邊 橘色柱子往那邊靠 那邊全部都是蘿菇蝦的保育區 所以那邊你是不能挖的 為了在經濟與生態間取得平衡 彰化區漁會自民國95年起 就在彰化縣深港鄉設置保育區 後來更進一步增設王宮保育區 究竟成效如何 跟著班長一起去看看吧 所以 保護區跟一般的漁民區的分界線 就是這一條 這長長的一條 對 就是這一條 對 到圍到那邊去都是嗎 圍到很南邊去 很南邊去的 對 所以這一邊裡面是不可以抓的 對 是不可以抓的 完全不能 但我們能進去看嗎 可以 我們只能去走 但是不可以採採樣東西 OK 好 那我們進去看看好了 那都是在這裡的 這裡的密度比較高一點 你看踩下去都會有水跑出來 對 這樣 踩下去 有耶 這個 你看 有沒有 為什麼 是因為你踩下去 它的洞 它的洞穴本來好好的被你踩下去 有擠壓到的 它的水就會跑出來 所以 但這邊明顯看起來 跟保護區內跟保護區外的那個 孔洞的密度 對 這裡就比較高 這裡超多孔洞 因為 超多 因為它保護區以前就開始做了 所以沒有人抓 所以它的密度會特別高 對 所以這裡底氣生物也比較多 對 這裡總共有多大 這整個保護區有多大 沒有算過 很難算 很難算 綿延有多長 從這邊最 大概兩公里吧 兩公里 對 兩公里應該有的 其實滿大一片 但是這麼大一片做了保護區 這其實還是不夠用 真的還是不夠用 所以還是要靠大家 大家那種 就是 保育的 保育的觀念 你的觀念還是要先建立起來 建立起來以後 其實這食物它才會回來 跟蝦猴它們才會回來 不只是蝦猴 在這裡還有很多的底氣生物 除了有蘿菇蝦 還有我們剛剛看到的沙蟲 還有什麼 還有一些 螃蟹 螃蟹 草草蟹 有時候文革也會有 文革也會有 對 所以就靠保育 它其實靠大家對於環境的保護 跟觀念回來 這些東西它才會越來越多 也才有可能會源源不絕 對不對 離開海岸線 我們往市區前進 說到彰化美食 那就不得不提到肉圓囉 畢竟肉圓可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彰化小吃 肉圓發展已經有百年歷史 來到彰化 你吃的肉圓 是最道地 最可口 還是要吃最有人氣的 哥今天要吃的肉圓 不但非常可口 也很有人氣 重點是它很浮誇 來到彰化 你會想到什麼 你總不能想到貢丸吧 你也不會想到肉圓吧 你唯一能想到的應該就是彰化 肉圓 但肉圓在全台灣 很多地方都有做 但這一間聽說超浮誇 然後是有多浮誇 反正來彰化就要吃肉圓 然後第一等要帶你吃的就是 像這種大的肉圓裡面有加干貝 還有那個肉絲還有花絲 對…你肉圓你加干貝 肉圓就是會讓你吃到 卡丁卡丁的裡面吃到 日語叫卡丁卡丁 卡丁卡丁 是喔 台湾第一點 老闆你好 你好 你現在在做的是肉圓 對啊 這很明顯喔 這是肉圓喔 對… 那為什麼他們會說你浮誇啊 浮誇啊 是你肥人浮誇嗎 是我們肉圓炸得比較酥脆一點 肉圓炸得酥脆 因為我們先蒸起來塑形 對 南部是用蒸的原因 是因為南部很熱 很熱 蒸起來之後大概是可以放冷一下再吃 QQ的 對 那我們中北部的話 用高溫油炸的話 它那個皮就會變成脆的 喔 那浮誇的部分到底是什麼 你用什麼料 浮誇的部分也是 就是我們這個像這種大的肉圓裡面 有加干貝還有那個肉絲還有花絲 對對對 你肉圓你加干貝 對對對 肉圓你加干貝 然後加肉絲 這個我沒有聽過 我聽過肉圓裡面有肉塊 然後有筍絲 對 我沒有聽過人家肉圓裡是干貝跟肉絲 還有筍絲的話 現在就是說 在以前的話都比較容易酸掉 所以在彰化市區裡面的肉圓 到那邊都把你改掉了 改成 就改掉 然後就看他想改什麼 對 OK 那你們現在正在包肉圓 對啊 我可以試一下嗎 我沒包過肉圓 可以啊可以啊 確定 那我們就 完裡面湯 這是什麼醬 這是地瓜粉打的醬 喔 用地瓜粉那會吹碎 它才會透明透明的嘛 對 對 喔 蛋黃 肉圓 干貝在哪裡 干貝等一下巴給你看 真的嗎 我看一下 真的耶 你怎麼會想要用干貝 你怎麼開始想到的 我舅舅想的 你舅舅想的 一百多年前彰化北斗因為發生水災 當地居民用攀雞混 做出了第一顆肉圓來震災 雖然當時沒有包肉 後來經過改良 逐漸發展出現在的肉圓 但百年來肉圓店 也因為百家爭鳴 為了童中求益 老闆的舅舅經過多次改良 終於研發出干貝口味 也打響了名號 為了一場浮誇的肉圓 哥第一次就獻給你囉 好 剛剛有看喔 剛剛有看你就一直這樣 那個每一個動作都是有意義的 你要先把薑 弄靠在這個牆上 這個鍋邊 然後從這邊畫一刀 你畫一刀的時候會把薑切斷 切斷之後你可以整塊把它挖起來 就不會像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你要這樣子這樣子 就好像在抹牆壁 油漆一樣 薄水的意思 對這樣過去這個面才會光才會亮 對 然後再把蛋拿起來 蛋拿起來 放一顆 要側面喔 側面 這樣子它才不會 肉才不會跑得跑去 然後這樣子 對 然後你就要看喔 你這個拿起來的時候 再一樣刮一下去的時候 要先靠在這個 碟子的旁邊 它才會黏住 然後這樣子 是 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這樣夠的話 這樣一下就可以了 可是你會挖不起來 可是你會挖不起來 唉唷 你不要緊張我可以 我不會緊張 我可以 左手放輕一點 摸不開 喔喔喔喔 摸不開 摸不開 這個 這個 待會兒要做了 可以嗎 可以嗎 它不夠了嗎 要滾 你這個薑已經太多了 太多 太多 不出來 好 因為我對面不夠 對 我們把他弄不夠 然後 這樣可以 這是 這是 再來的藝人 踢一個 一次就完成了 等一下 我是邪輪耶 這算漂亮 不是很漂亮 但是踢一個完成 真的嗎 這個已經可以上市了 真的喔 一回生二回熟 好 再讓我試一次 好 其實 對於做肉丸來說 你有沒有 你從小像做肉丸 你有沒有就是覺得說 對人生誤出什麼樣的道理 對 對 就是 因為這樣講好了 因為可能這個問題 比較奇怪 但是我常常 我常常都會在做 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從人生 一個模式的道理 尤其我最近接觸了 很多職人的人生 這個中間不都很太高 不能太高 太高的話 他體會太厚 太厚 中間要稍微 薄薄的就好了 對 好 所謂的職人的人生 就是說 我常常每次出來採訪 像你那種很厲害的人 我就有一種感覺 就覺得 其實人生 只要做對一件事情就夠 好 你知道學好一件事情嗎 是 是把一件事情做好 但是要學很多次 對 對... 這就是你入出來的人生 是不是講得也滿好的 除了在那一片上面的浮誇 還有什麼 我聽說你說用炸爐 我剛剛在外面看到 你們有兩個炸爐 對 那兩個炸爐的原因是因為 你如果一次頭 太過肉圓下去的話 對 當然油溫會降低很快 對 還有如果客人一直來 你油溫降得太低的話 就會冷掉 對 冷掉沒有辦法達到酥脆的效果 酥脆 可以炸我們在吃肉嗎 我也是吃 就算是吃的 我也吃不到 因為它是酥脆 它只會就是外面 你知道是油炸的 但它還是吃起來也是 但是我們的肉圓就是會讓你 吃到卡滋卡滋的這種味道 你說的卡滋卡滋是吃雞腿吧 對 日語叫卡里卡里 卡里卡里 是喔 對... 你們的霸丸就可以吃到卡里卡里 對... 雖然還沒親自嘗到浮誇霸丸的美味 但店內隨處可見的獎杯獎狀 完全無法掩飾這顆浮誇霸丸 就是彰化霸環節裡的常勝君 再加上客人心滿意足的表情 哥等不及要大快左移浪 這樣的霸環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你們彰化都是這樣嗎 不是吧 只有我們這家 只有你們是這樣做 對... 對啊 這個... 真的耶 你把它切開看看 好酷喔 所以你會給兩個叉子 你就是要這樣對不對 當大樹有一個 一世紀非常近的意見 而且也是最近突然間就爆了 但是它也就突然間又要瘋起來 然後走在那個樹根的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樹根是怎麼盤的 而且你現在聞的那個味道 是樹根的味道 對... 台灣第一點 所以你會給兩個叉子就是要這樣對不對 Oh my God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皮到底... 這樣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叫炸肉丸 漂亮 好吃耶 我覺得你們這個... 真的太浮誇了啦 很真的不一樣喔 跟...跟脆不一樣 不一樣... 跟脆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真的 這個好像還有香菇 其實真的很想知道肉丸 跟干貝搭起來會是什麼樣子 肉丸在我們以前來是點心 點心 以前肉圓算是比較精緻的 就是做... 比較做工比較多的那種 小點 小點心 那是發展到最後的時候 彰化人把它變成主食了 請問你知道彰化為什麼跟肉丸 會畫上很好嗎 就好像新竹就是貢丸 彰化就是肉丸 因為做肉圓的人很多啊 那肉丸是怎麼來的 據說是以前的人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對 然後有那種地瓜粉 對 地瓜粉你如果用乾 只有炸以前就... 沒錢的時候 大家都吃那個韓芷筍 韓芷筍 後來變成地瓜粉之後 大家就把它包... 包一些筍啊 一些肉桿 對 慢慢的就變成... 慢慢就搖出來變成... 原來這樣裡面包多一點東西 它可以變成一個小點 就衍生出來了肉丸 對... 它是以前人的點心 你如果說 在更以前的話 肉丸是比較有錢的人在吃 就是在四五十年前 為什麼 飯都... 飯都吃不到了來吃肉丸 對 在彰化市區的話是比較... 就是說你如果有一點 像要吃點心的話 就是那些比較有錢的人在吃 因為以前其實是比如說農業社會 對... 大概就是也要人丁興旺 然後又要出去要工作 要務農 所以能夠趕快吃粗肉丸 對... 那肉丸的做工又比較繁瑣 對... 你要看你要準備食材 準備肉 準備這些地瓜粉的精 然後抹上去 然後再吹 再擠 才又變... 才能產生一個肉丸 對... 所以拉長了這麼多時間來講 其實在那個年代來說 它真的就會變成是 好像我們現在在吃的 好像這... 馬卡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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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類似像以前的甜點 它的做工還是比馬卡龍還要滿最多 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就變成大家 喔... 吃的小點 然後就是很好的馬卡龍 因為馬卡龍也很好吃 那肉丸就是要做工非常的繁殊 純手工製作的肉丸 不論是傳統內餡或是浮誇的山珍海味 都是讓人滿足的好味道 熱鍋油炸後 超級酥脆的肉丸外皮 內餡除了主角北海道干貝 老闆還費工地採用肉絲包覆肉塊 一次就能吃到兩種口味 另外再來碗龍骨髓湯 這樣的搭配 真是銷魂耶 如果你也想品嘗浮誇把玩 要有排隊的心理準備喔 騎士 就是... 愛神 你就知道我多出街了 這兩個角色我還沒有玩過 感覺上... 那我兩個要先吃哪一個 你覺得我要先吃哪一個 當然是先吃我們這個抹茶 騎士啊 這是我們現在新的口味 抹茶是新的喔 剛好是騎士 他是什麼樣的角色啊 我沒有玩過啊 難不難啊 來... 這張眼睛你看看 有備而來 騎士牌 我看一下喔 我不是一個很愛吃甜的 但是冰我會偶爾想到 對 但是如果這個冰 又是甜到我受不了了 我可能也沒有辦法 但這個不會耶 對啊 因為我們 其實現在大家都吃沒有那麼甜啦 抹茶滿香的 對 我們用的是日本的 初芸抹茶 初芸抹茶 滿特別的 比較少有醬 但是它其實它口感會更香 然後就是比較滑水 對 比較不一樣 抹茶其實平常就很好喝了 做成冰 對啊 而且其實你看我們顏色 不會很過分的鮮豔 因為我們沒有加色 抹茶好吃 我覺得 你可以再來吃 要吃另外一點 這個 這個紅玉珍珠 紅玉 對 紅玉就是台茶18號 那個紅玉的紅茶 台茶18 紅玉啊 很重好品 對啊 這個 誰把它吃掉 沒有 你不要這樣 那個等一下我會繼續吃 好不好 我只是現在呢 因為老闆娘開心 我們就開始一直吃 好 好 好酷喔 老闆娘麻煩你 別客氣 這紅 海茶 好酷喔 而且裡面是吃得到堅持喔 可是很可惜 媽媽挖挖的到這裡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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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玉 紅玉珍珠 對 這是熱銷板 熱銷板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喜歡吃冰的人都會 一定會很愛 對啊 所以就算是冬天 其實還是銷售得很好 連我這種不吃冰的我會吃 好 想不到一個節目的遊戲單元 居然能引起這麼大的迴響吧 除了網路點閱 突破億次點擊 遊戲內容更是引起網友熱議 發燒的程度 更讓本公司與南部經營 近百年的冰品業合作 聯名推出周邊商品 跟著各位高丸一起吃冰凍凍腦 也是一種樂趣 來這裡吃一吃冰 然後呢 現在玩完遊戲玩一玩 我要再繼續去介紹彰化 掰掰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讓我帶我去扣子 怎麼這麼好 但是這個兩盒應該夠我們吃啦 夠嗎 不夠 不夠 他怎麼辦 好啦 還可以開玩笑 可以開玩笑的 謝謝你 不會 感謝 謝謝 掰掰 謝謝 帶著滿滿的伴手禮 哥要來去遊彰化囉 說到彰化的熱門旅遊景點 鹿港天后宮絕對是穩座前三名 除了遊客必訪 更是當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另外全台僅存的扇行車庫 不論你是不是火車迷 建議你都要來逛一逛 但我們今天要去的 都不是他們 全台灣都有秘境 而這個秘境是你有沒有真的走進去 你有沒有去到台灣走一走 去發掘出這個叫秘境的地方 我們現在在彰化 彰化就有一個 離市區非常近的秘境 而且也是最近突然間又爆紅 但是他也就突然間 又要封起來了 厲害了吧 我們今天找一個專家 來帶我們去 離市長 你好 你好 我們今天要來到這個地方叫做 這邊是 桃園社區一線天祕境 桃園社區一線天祕境 是的 一線天顧名思義 就是那種這樣 一條的那種 對 它跟摸乳像不太一樣 不一樣 因為它是特別 我們這個是沙塵 河磚一直衝到一個 形成一個一線天的 全台各地有許多一線天景觀 位於基隆港口西北側山崖下的 仙洞岩 深約80公尺 是基隆地區最大的海事洞 另外在高雄大岡山風景區內 有著豐富多樣的石灰岩景觀 有的高聳壯觀 有的狹窄南行 這些美景雖然都被稱為一線天 但因為顏值的差異 以及地殼變動的因素 而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貌 而我們今天要探訪的彰化一線天 又會是哪種樣貌呢 我們今天要探訪旁邊 我們應該會封掉 真的 然後發現你的停車會被停 對 對 台灣現在有很多的秘境 應該這麼說 人口密度越來越高 所以你的環境 你會覺得以前的空間很寬 但是因為人越來越多 你的使用空間 不自覺你好像就碰到對方 你就可以看得到對方在哪裡 然後 就密度越高的問題 所以有的時候 也會造成一種 就是你可能要多注意一下 互相的尊重 你到了人家家 就像我們來的這個地方 他就在一般民宅的旁邊 你可能來玩 不是理所當然 他就是一個景點的景區 但是你可能可以尊重一下 車不要亂停 講話小聲一點 你看登山的人都很早 那你一早起來就 彰化市桃園裡的一線天 位於八卦山區 是北市坑長崎乾枯的河道 所形成的原始林 天然步道 兩側由天然的岩壁 沙壁形成 地形平緩 僅需二十分鐘 即可抵達一線天 因為不曾被編入旅遊指南 多年來只憑著口耳相傳 更添了神秘面紗 理事長 對 所以這裡的行程都是像這個 這樣的土質是嗎 對 沙 不是土 是沙塵 是沙 所以它這個 我可以碰嗎 最好是不要碰 它真的平常 真的要 真的 怎麼太近 這裡面 對…你看這樣 你看這樣 你看這樣 這裡有個什麼洞穴裡面 然後就這樣子 台灣第一點 我可以碰嗎 最好是不要碰 因為我知道它說 我以前有聽說過這地方 它都是沙塩形成的 所以你一摸 它有的時候它就會碰 它整塊就會下來 對 對不對 這邊的一整個形成 這是以前的河道 對 感覺上像 對 以前的河道 這一邊的話它整個就是屬於沙塩 但它是被樹根盤住的 對 它是被樹根抓住的 對 我剛剛還有看到一個 在這個 這個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 我有時候要 這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事情 就是 你去到一個地方 我覺得你就好好欣賞它就好 你如果只是手這樣放的 不小心一落下來 對 那還好 但是你要在上面作畫 是啦 亞馬遜河裡面是有 最近有發現一個很大很大的 以前的古仙人留下來的壁畫 但那個 對 也是他們在沒有文字 沒有辦法溝通的時候 他才留下的那些東西 然後去記載 對 當初的事情 但你在這裡記載你的愛情 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不好 就是你來看就好 但你不要去 去磕它 因為你想 這裡越來越多人來 每個人磕一點 每個人磕一點 它就算像是一個 滴水穿襲的概念 它就越磕越進去 萬一一個不小心 上面就掉下來 那這裡就會回到 當然那是最嚴重的一件事 但只是就覺得 我覺得這樣好像還是不好 而且好像聽說因為這樣 這裡要瘋起來了 對 為了這個問題 現在要瘋 破壞這個生態 所以我們社區決定 為了這個問題要瘋 什麼時候瘋 下個禮拜就瘋了 下個禮拜 今天是 12月10號 下禮拜 17號 所以 等播出的時候 基本上這裡已經瘋了 因為我們要保護這裡的環境 我覺得環境是需要保護的 但是我覺得教育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是 因為可能當你在無心的 做了一點點事情 它可能就會影響到 其實很多人 就 沒有辦法進來了 就看不到 我們接下來想看到一線天 因為我還沒看到 我也不知道它會 應該是滿漂亮 要不然不會有這麼多人來 我覺得它已經失去 原來最美的樣子 因為已經被踩得亂七八糟了 甚至牆上也被畫得亂七八糟了 這裡就更像河道了 對 你看這棵樹有沒有特別 我們好像可以 就是走在那種 我們好像什麼地底生物 好像走在那個樹根的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樹根是怎麼盤的 而且你現在聞的這個味道 是樹根的味道 對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樹根是怎麼盤的 它怎麼包住這一大塊 好酷 所以你說 要把一棵樹連根拔起有多難 你知道嗎 所以以前人家在說連根拔起 不簡單 不簡單 而且是一件很狠的事情 對 你看它整個這樣 很特別 它的樹根好像這樣一直盤 盤住這條 然後再到地底下去 對 然後整個盤住 它抓住的是這個沙子 這個還是我第一次來看到 看誰可以 哪一個 這個是什麼 哪一個 這個是繩 這是樹根吧 樹根 這樹根 這樹根裝得好像是一個繩子一樣 你看一下 是繩子對不對 可是它是樹根 而且它就這樣直直的拉 好酷 我摸到你的根了 一線天 原本只是當地人的私房秘境 透過網路宣傳而聲明大造 吸引許多遊客造訪 但因為部分遊客缺乏的功德心 讓彰化市長痛心地宣布 即日起正式關閉 謝絕訪客 期盼讓自然的環境休養生息 並爭取經費 修繩入口處步道 待整修完畢後 再擇日開放參觀 越來越窄了 對 這邊又是一線天了是嗎 對 布地地就是這裡 是這裡 對 裡面它是 它現在變成一個漏斗形的 這樣一直往裡進去 越來越窄 對 對 所以這邊就是因為沙子土地形成的 對 那個水慢慢沖 對 好幾千年了 好幾千年了 對 這邊又有人留名字 對 這邊還有一些苔藓 對 我們現在走在的是竹子樹根底線 對 越來越小 小心 越急 身材不好的人 可能沒有辦法進來 要側身走 要側身 對 身材太好也可能沒有辦法走進去 對 鄭神你進不去了耶 鄭神 你進不去了耶 鄭神 你來 你到這邊你看一下 鄭神 鄭神 你進不去耶 側身走 鄭神 鄭神 你這裡進不去 鄭神 它真的只能這樣耶 真的要側身走 等一下我拿 來 攝影機 你有開了嗎 那個 看一下 現在怎樣這樣 好 你看 小董 你有沒有感覺 到這個地方很特殊 還可以 這裡面 對 你看這樣 走在一個什麼洞穴裡面 然後是這樣子 它這不是兩個 貼合裂開來的嗎 沒有 沒有 我確定 這兩個 對 你看這邊 真的 這邊跟這裡 好像它是可以這樣 緊密密合的 對 個體的 是喔 對 也許我密鏡看太多了 所以對我來講 在我的名單裡面 跟我想像 說實在跟我想像有落差 因為以我看過 台灣的一線天來說 它其實不是 那麼厲害的一線天 但它算是特殊的一線天 我想要探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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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探險 為什麼這麼喜歡你的名字 這個喔 五十年了 你留了五十年了 爺爺 你當初二十歲的時候留 你現在七十歲了 你七十歲了 七十多 七十多 你叫... 翁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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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進 文進兄 你老了 我告訴你 現在又在這裡 你看看 現在的孩子 大家就 有樣學樣 等於翁文進你在這裡 後面開始又一直下去 會不會其實當初的什麼 什麼石窟壁畫 也就是因為這樣寫出來的 不敢想像... 越容易到達 那去的人當然就越多 各個年齡層的人都有 那所以在這樣的地方 你就會看到很多的 我不只看的是生態 你也可以像我們今天 一路走進去 我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人 帶著什麼樣的思維進來 再進去看 有耶 哇 這個 很酷 到這邊又亮 到這邊又亮出來了 哇 哇 哇 OK 喔 就是這一段 對 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小豆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地方 猴子的頭 猴子 對 其實... 好像有一點點... 對啊 那個下巴 凹進去 有點像耶 真像 有點像 對 很特殊 自然的景觀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自然景觀就是 像你在小時候我們很喜歡看雲 對 你常常每個人看的雲 你都會想像不同的畫面 你覺得你看到了什麼 你看到了什麼 你看到了什麼 我覺得這就是有趣 對 那進來這邊 你可以這樣玩對不對 這樣滿好看的 所以希望來的人說不要破壞這個自然的景觀 對 而且在牆壁上刻製 那是很不好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反正你們下個禮拜又瘋起來 對 對啊 對 尊重你們決定 謝謝 等你們準備好了 再希望你們 以後再來觀賞 對 抱持一個正向的心 對 人一定會做這種事情 但是只要能夠在失敗中 跟錯誤中成長 它就會是一些好事情 所以 對 我就會覺得 我去看的 不是看以前的人 我是看的好像就是 他因為這樣的事情 要被封起來 那我覺得 好吧 那就把他封起來 對 那可能就是你去過的人 你看過 但你要知道沒去過的人 他也許因為一些舉動 別人去不了 正著你不進去看看啦 可以啦 你行的啦 我可以 我當然可以 雞雞太長了 你人就是這樣 我都OK 沒有那麼瘦 我一定OK的 正著你會卡住 我不會 沒有那麼瘦 你會卡住 哪有可憐 哪有可憐 這個苗條 你看我都不會碰到 對 有 這個OK 行喔 都來了 是不是 厲害 很瘦 很瘦啊 很可憐 很可憐 不被摧灰之力 嗯